建厂基础工程中的另一项重要的施工任务 是原料堆植地区的地基加固工程 总面积达24公顷的原料堆植厂 为了将来能承受钢铁矿砂的大重量的堆植 必须加以改良地址 第一期的工程是换土压石 然后再分别打设排水砂桩及压石砂桩 先后一共打设了365,317公尺 才使地面能承受每平方公尺37.5吨的核重 为了要保证品质 最后还要用沙堆加以预压 并且埋设有各种试测仪器来观测它的效果 有测试结果显示 证明地基加固工程已经达到预期的效果 码头施工 这是第一阶段建厂的先期工程